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现在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一个是罗干斯克 一个是顿内茨克 然后再来呢 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克里米亚 下面是赫尔松等 这就是现在红色的地方 都是被俄罗斯占领的地方 攻击地方点就是我们画的那个点 它完全是在俄罗斯的边界 叫哈尔科夫 就是哈尔科夫我们现在说的 那么现在主要的交集点 在这个地方跟周围的村庄等等 那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说 它不是和平的缓冲区 叫做战争 我们就在这里打仗 那俄罗斯要确保战果 这也是为什么吴玉山在他的一系列的演讲 第二讲里头 其实说这场战争其实某个程度结束了 就是说俄罗斯占的这个地方 大多数都是俄语区 也就是俄罗斯人的后裔 这就是普丁的 他想要把它拿回去 他认为这些人在乌克兰受尽歧视 而且在政治上受到不公平的态誉 这是属于他们的国家跟民族的悲情 所以他的战争目的已经完成了 目前就是如何确保他的战果 先记得广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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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